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柯文哲的副手 吴欣盈的财产申报当中 有一笔资料 被人发现是英国的房产 结果竟然还真的有网红 就跑到了吴欣 位在伦敦的豪宅前方去打卡 那么他也拍影片质疑说 柯文哲主张居住正义 结果怎么找这样的一个副手呢 柯文哲反向说 吴欣盈嫁给有钱人又不是他的错 没有错 要嫁给谁都是他的自由 也没有对错的问题 但是柯文哲自己过去曾经批评说 哎呀 财团是拿刀叉吃人肉 那所以现在他是认为 又这个财团赚大钱 应该也是没有错才对啊 如果按照这个柯文哲 现在帮吴欣盈来解释的说法 到底哪一个才是错的呢 费委员 自从蓝白和破 这个没有合成之后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 侯库这一对啊 他民调快速增加 相对的柯文哲的民调往下降 我先讲这一段 柯文哲就开始对 开始好像讲话就开始用 用生气的方式来讲话 他去抹红啊 他去抹红说 这个侯友谊啊 什么你们什么这个 什么 这个网 亲中啊 我是觉得 柯文哲有一个特性啊 当他在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乱模 举例啊 他这个 他一开始啊 就是他当市长的时候 在2014年嘛 2014年当市长 哇 开始先打五大弊案 很多人那时候对 对这个 对他都给他掌声 然后大家都觉得 你这个郝龙斌 你的任内是不是有问题 后来我们发现了 这五大弊案不见了 但是我们又发现了 没有柯文哲的话 我们大巨蛋八年前 就可以打室内看 看棒球赛了 晚了八年 整整晚了 晚了八年 那柯文哲 你当时为了要跟 民进党区分点 路线 他就 他就 跟上海 台北跟上海的 这个双城论坛 他就讲出来 这个老共喜欢听的话 叫两岸一家亲 这个时候又给 又给侯友仪 给赵超刚去抹红 我是觉得 柯文哲先生 其实讲话 还是用良心 同理心去讲话 大家会 听了会比较 觉得顺耳 当然不是让你讲顺耳 但是至少要讲实在话 为什么先讲这个东西 你看 柯文哲就呛 吴欣盈嫁给有钱人 也不是他的错 没有人说那是吴欣盈的错 大家都知道 吴欣盈的祖父 跟他的父母亲 都是很认真 因此的商人 对中华民国是有贡献的 这个点我们也都不会 因为他有钱 我们就说 说那不好 吴欣盈是含着金汤汁出来的 没有人 没有人说 你的钱是贪污来的 剩下两个东西 这个你要诚实申报 或者是你不知道 你要去问问你的助理 要去申报 申报要确实 至于他先生 是比利时的有限人 我们也非常高兴 你能够去找到这样的先生 大家也替你高兴 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你帮国人服务的时候 心情会好 服务的计较也 我们希望你 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但是你柯文哲 这个口气 就好像觉得 他有钱 难道他有错吗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柯文哲 曾经讲过说 你看那些 柯文哲医师 说那些有钱人 是拿着刀叉来吃人 这个你前后就不一致 没有人说 有钱人是罪恶 其实这对台湾的 80%的人 甚至90%的人 都认为你柯文哲夫妇 你是有钱人 你跟你的夫人两位 都是很认真读书 当了一生 都是台湾学院毕业的 都是非常优秀的 你的收入是有 在90%的人 看你是有钱人 没有人对你 对你的有钱 大家觉得那是不对的 因为你认真读书 你的职业很好 你的所得很好 同样很多的 临时商人 他认真缴税 替国家赚了很多的外汇 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他有错吗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 就是他的心态 当有人在讲 有人到吴信银 他的伦敦的豪宅去打卡 他就开始指责人 吴信银 他嫁给有钱人有错 没有人说你有错 你柯文哲有钱 也没有人说你有错 但是你曾经不就是讲过说 有钱人拿着刀叉在吃人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 柯文哲先生 不要随便帮人家去抹 不要去抹红 抹黑 什么东西 凭良心讲 同理心讲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